今天购业图第39期 然后主要是讲一下 那个init function的使用 这个还是比较基础 然后也比较简单的 然后没有太多 比较就是很难理解了 其实都还挺简单的 但这里有一些简单的 那个概要吧 可以先看一下 首先今天的讲的流程 大概是就首先会 先简单过一下这个init 然后我们去 我准备有PPT 然后跟着那个PPT 然后去简单过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去实践一下 就是也算是一些使用场景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一个 加载顺序 然后跟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个init 然后它有什么用 它的顺序是怎样子的 然后在下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init在标准包 还有就是在我找了一个tadb 然后我也看了一下那个kpads 就是说这个init在他们这些项目里面的一个使用情况 首先我先看一下PPT吧 各位init的方形的一个使用分析或者说一个使用介绍吧 init它是什么呢 它init的行数它是不接受参数 然后它也不返回任何值的 init如果init它是未声明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引用 就去调了 在购物源当中init的行数还是非常强大的 用起来也很简单 init可以在package使用 无论就是这个package被导入了多少次 init它行数只会调用一次 也就是它只会执行一次 使用场景 使用场景的话 就是说可以允许我们去设置一些数据库的链接 这样就是出售一次 还有就是一些各种服务的一些注册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能说的比较棒 就是这是你想做的一些 想要设置的一些参数 或者一些处理任务 那它其实会跟着那个变量的处置化 去搭配的使用用件 然后去处置完一些任务 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些变量 或者说涉及到一些 你所定义的一些函数 或者说一些方法 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这个变量处置化 变量处置化 这里的一个PPG内容是 我也在网上去找的 大概也就这一些吧 第一个就是通过定义 然后可以去让这个变量处置化 也可以通过利用 通过复制 通过直面量合成等 还就是通过调用Mac 然后也可以去做什么 那 自面合成是什么 自面合成就是做一些 那个叫什么 有些是翻翻译过来的嘛 可能就 就平常都看英文文件 这个英文会叫做什么 自面合成 叫那个什么 interior 然后compose 那个 等一下我们可以查一下这个疑问 就是你如果没有明确说实话的话 它会被赋予一个默认字 那默认字的话 就每一种类型它会对应它自己一个零字 也就是说下面这些布尔茨就是false 然后振兴零 然后float0.0 是准 指针方形啊 这些 interface这些 会是一个利用 OK 然后就是会有一个重点的 就是变量的数字的话 它其实 如果是一个数字的话 它其实它默认的话会是每一个元素去付一个零字 这个在后面一定会有提到 然后包的数字的话 就包级别的变量数字的话的一个顺序 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是它会先按照 那个这个变量出现的顺序 从前往后去数字的话 也就是说你去定义一个 在一个package里面 然后你的变量定义的 从上往下这样一个顺序 就是措施化 等一下我们可以去看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某个变量需要依赖其他变量的话 那被依赖的变量会先措施化 下面的话 这个是各个官方那个 spec的一个例子吧 就比方说a等于c加b b等于就是调用这个f含数c等于f含数的调用d等于3 那这里的措施化顺序就是首先是d d等于3 因为就是我们从这个wav然后去措施化的 可以看到s等于c加b 那就是c加b会先用 c和b的话又定义f f是有d 所以d是最先用的 然后就是b b是从上往下嘛 所以b会比c先定义bc 然后最后是a a是你用到c和b了 就是这样的 这里其实刚刚有说了 就是它其实init是可以在每一个package都可以有init 然后每个package里面有多个文件 然后每个文件也可以有init 然后每一个文件里面 又可以有多个的init 但其实 针对这一点 就是每个文件里面有多个init 就是说它本上其实是允许我们去 避免我们在单个init 使用一个单片代码块 就是其实就是你可以去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可能要去这个package 或者这个文件 你要去init很多东西 但这个init可能会 函数块会很长 那其实你是可以分成多个init 然后去 去措施化的 我们一般的用法可能就是说我一个init 然后我如果里面有很多的块 然后可能我把这些块抽离成一个函数 然后再去调用 对吧 那其实它也是可以说你 每一个块 其实你都用一个init把它包起来 就多个init去执行其实也是一样 然后下面的话就简单说一下就是负行环 它是我们知道就是负行环 它其实不能用于辨量的声明嘛 对吧 在package里面 就是这种 那我们怎么样去去让它可以措施化呢 那其实就是下面这个 我定义了这样一个precomputed的 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TIDB里面的一个代码 我记得 这是一个宿主嘛 对吧 然后这个宿主 如果我其实可能 我应该要去出手化它 但是我要出手化的话 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在这个package 就在定义这个bndl的时候 就去出手化 就去调用这个负行环 然后去出手化 就这里它有一个逻辑预算了 对吧 就取掉这个i-1 i是从1开始的嘛 就是i-1就从0开始 然后它呈现一个倍率1.2 然后去给这个负值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带着一定的那个 有逻辑在里面的 那像这种出手化 我是没有办法说 直接在负行环 就是在外省分明的 然后再去负行环 其实不可以的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有init 其实就是说 init它可以保证 我们这个变量能够被出手化 对吧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得 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就在声明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值写好 那其实这样的话就不是很方便嘛 就扩展不是很方便 对吧 这样子不能写吧 你只能用 因为你要用负行环去把 它的 它的值是用负行环去算出来的嘛 但是你如果不这么用 你还是可以去给他负值的嘛 就是你先去算算出来嘛 算出来给他负值嘛 比方说你这个current是1 第一个是1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1.2嘛 那你只要一个一个写一个写 对啊 就一个对啊 一个写嘛 那假如你这个 呃 数字变长度变了 或者怎么样 其实反正就很麻烦嘛 对吧 你得自己调整 那我们程序肯定就是这样 要去呃 让他可以由一个公式 相当于一个公式的方式去计算 那这样的话就是 可以做到很扩展性什么的 对话还挺好的 可阅读也挺好的嘛 因为为什么他这么来的 对吧 嗯 对 OK 而且他这个的话就是 他是上一个 就是你这20个 其实每一个是上一个的1.2倍 对吧 所以你自己去算的话 其实你算出来得对一个值的话 其实这里还是不太好看的 那我们一般的话 可能就不会说去呃 去直接给一个值 因为你这里直接给一个值比方1 你这里写1 1.2 1.44 其实你越来越到后的话 其实我是不知道说他的一个 呃 规则是呃 是前一个的1.2倍 对吧 是很难体现的 对对对 OK 然后就是这个 然后我下面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init的用法 就是在一个文件 或者说在一个package的一个 个文件里面的一个出售 就是很简单的 呃 假如有这样一个 init的点购 那有一个init的方法 然后里面打印了一个这个 然后 有一个main 然后去调用 然后我们去执行的时候 或者我们去go build 然后去执行的时候 它得到一个 呃 执行顺序就是 首先会去执行这个init 这个很简单就过了 嗯 然后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的程序只是想要呃去调用这个package里面的init的方法 但是我又不想去加载其他的一些函数声明什么的 那我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执行啊 import 然后一个shower键 然后把这个package这个应该很常用 其实它这种的话 它就是会去加载这个imagic.gm.png这个包下面的init的方法 ok 呃 这个是应该我看到很多的文章都提是 都提到了这样一个图 呃 基本上是这样一种顺序 但是它呃 有一些场景是没有覆盖到这个里面的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 首先就是呃 就是 一个场景就是说 我会有多个包 就我正常一个go的程序肯定不管就一个 xx.go这样一个文件嘛 可能会有很多的 模块或者说很多的package去组合而成的 那这里首先你会肯定每一个go的程序它会有一个入口嘛 就是一个main.go 或者说有package 包名为main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里就是入口 入口下来之后就是这个各文件的一个啊 啊 文件构成一个是import import import就是导入一个package 这里是package1 ok package1是 这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然后他又import了一个package2 package2 到这里 然后他又引入一个package3 package3是下面这样的 就是它的一个呃 呃 编量然后是innet 然后package3结束之后就到这个package2 package2 又是这样一种顺序 然后迭代往上去 就是然后到最终的这个main这个 包然后再去这样一个执行 然后到 然后main然后一个推出 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一个顺序 啊 然后这个innet的一个注意事项 其实这个在那个go官方的一个 啊 selection里面有提到这 其实这这几点啊 就是啊 可以看一下 其实就是 go 啊 就是这个 对 这也是一个零子 刚刚其实有 设计到一个零子 然后这个是一个package 一个innet 嗯 对刚刚刚的例子就是这里的这个例子 它的一个顺序就是dbca 对吧 然后下面就提到这个innet这个方法 那这里所描述的其实就是这里的一个 算这里算是它的一个翻译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嗯 提到就是一个包就是一个package它可以有多个innet的函数 因为你一个package其实是可以有多个原文件嘛 那一个原文件它也可以有多个innet的函数 因为函数在代码当中不能够被显示的调用 也不能够被引用 也就是说你复制的话是 是不可以的 然后会出现这个编辑出 如果当前包包含了多个依赖包 则先初始化依赖包 就刚刚也有说 如果当前包有多个innet的函数 首先按照原文件名的字典去从前往后执行 如果一个文件中出现多个innet 则按照出现顺序从前往后执行 明白意思吧 这个的话我等一下就是有demo可以看一下 就明白了 就是这里的字典去简单的 就是说比方你的文件名是innet1.go innet2.go innet3.go 那它的顺序其实就是按照这个顺序 明白吧 就是你一个package下面有这么多文件 那它会按照这个文件名的一个字典去从前往后 那你一个文件里面又有多个innet 它去按这个innet出现的一个顺序从上往下 其实就是往后执行 但是可能你会有引用 那引用的话就会去打破这个 然后去再去加载其他的 OK 然后一个包它被引用了多次的话 比方说A import B 然后C又import B 然后A又import C B被引用了多次 对吧 但是B里面的那个innet 它只会出手一次 也不只会执行一次 引入包的时候不要出现时序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包级别的变量措施 应该在执行 这两个操作会在goating 自己调用 且顺序调用 一次一个包 其实说白了就是 归根也就是引力它只会执行一次 然后下面这个 是我看到 好像有一本书上写的 就是innet不应该依赖任何在 没有人寒书里面创建的别人的架构 谁发了什么 这样不会被 循环引用吗 怎么会被循环引用 就是反正你不要让它循环引用就可以了 go本来就不能互相互相互相那个 然后下面是innet在标准扩作使用 我大概就查了一下 我查的方式也很 也很粗暴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就是 go 1.12.4 现在已经1.12.4了 然后我查查一般查文件的话就是这种 我都用subline 因为它文件联系比较方便 方形 nnet 对吧 我去查 然后就就有这些 对吧 然后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种方式呢可能没有办法去 就是 你如果不认真看到你可能看不到说它的 就是提到了多个package 隐瞒的一个问题 但其实我简单看了一下 我不确定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也可以说 就其实它的那个 用 用的话 其实不管是标准帽还是第三用户 其实都还是很简单的用 不会说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像这些规则然后这么复杂 还包括就是那个 这里 按照什么字典序上去加载 这种 其实 没有那么复杂 那 我们从这里 带到这里去看 bzp2 看一下bzp2 看这里 我们去看它这里的一个init是怎么用的 其实 这里应该就看到了 其实它就是 对这个 输入组 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使用 循环 复制变量初始化 就这个 因为 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去 复循环去给它初始化的 所以 通过init的方式然后去来初始化它 对吧 看到了吗 跟我刚刚具有例子是差不多了 只是说这里 更复杂 更复杂一点了 对吧 我那个例子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应该是在TIDB里面 稍微一下 那个 这个叫 预计算 应该是在这 哎 不是这个 你看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去 看源码或者说去 看这些然后我们 肯定就是要学 怎么用吗 那他 官方包或者说 比较 知名的 开源库他就是这么用 那我们就这么用 我们就没有 比较说 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特殊需求 对吧 那到时候再说嘛 但是 应该来说就不是很合理吧 对吧 我们看 这是第一种 用法 应该我觉得是 应该来说用了比较多的 这他能体验他的价值 OK然后下面一个是这个contact close close contact 对 这一种用法就是这个close的签 是 这里去make就是初始化的 对吧 那初始化之后 然后他 应该找的时候又去 close 其实 但是就是他 保证这个去加载 这个了close chain 它是 关闭的 就是他在也做一个保证 对吧 然后这个close chain 是一个 重复利用的一个close chain 然后 这个加密 加密这个好像用的比较多 对很多很多 我们看这个 注册 对吧 我们看这里 就这里会有很多的注册 其实 这个init他就是去 注册一些服务 我们看一下 注册 把他把这里这个方形 出来 给这个复制 这个应该是一个 对吧 是一个 变量 这个pack就是变量 去初始化他 然后这个方形是6嘛 注册的时候就是去6这个 注册服务 然后还有一些 其他的包 什么flag 对啊 我们去看一个 这个就很简单 就是这个flag包的一个 初始化 google type 就是一个变量 然后这里 初始化 image image 也是 注册 对 然后这里他注册还 有个锁 嗯 还有这个 pplf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pplf 这里 对吧他是在这个init里面他就去把这个方形然后给 说实话 相当于就是注册 其实他就是一个注册对吧 给这个注册在这里 对吧 handle 然后下面这一个 下面这一个就是他在初创的时候他就 设计到了那个 go routing的一个雕用 看这里 init的时候然后去go一个 f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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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chip 什么的 gc gc 开启一个强制gc 帮助的一个go routing 就去出售 的话那他这个包的话是在 啊 lontime下面的一个post 点个的外面里面 这也是一个 是新环 嗯这是标准包 然后 他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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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有一个循环变量 哦不是就是那个flag包 对一个抽策 比较多 看一下 看 就很多这个 初创变了 其实他就是这么用了 就所以我们自己以后也 也可以这么用 是吧 然后下面是这个 runder的一个 runder的一个 总值的一个设置 就是在init的时候给他复制 看到吧 就在init的时候 然后 你在这些地方去调用它直接 就可以用了 看到吗 直接用就可以了 不用考虑说这个random 还要去 给他 加一个种子 然后是另外一个是检查这个参数 这个在表达好像就刚刚有一个 那个close chain 那现在这里的话就是 pdb这里就有一个这个 就是通过init的时候 然后去检查这个 嗯 检查这个状态 等于到然后又给他复制 这是一种处理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去搜索的时候会发现有那种大写 啊 对 区分大小写 再 看 对吧 那这里他其实是模拟一个init 然后他是用这个 啊 重复包的一个wants 去模拟 initwants 就 当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 然后去wants去执行一下这个 initwants 就执行一次 但他 这个是大写的 所以这个大写的跟 啊我们小写那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里有注释可以看一下 init是注册一个performance schema virtual table 虚拟表 it should be in it under the ideal usb imposed这个 这个含书依赖于这个 planetcoding in it 这个init order is a problem 这个init order is a problem 如果init is used as a function 心内 ok 然后循环这个我们之前在标准网那边已经看到了就这边它也是一个循环 循环 用的比较多的 这是 很常见的 目前的话就大概就常见的就 是这几种吧 然后有一个 然后有一个 这个 这就有人去给够 提供一个 就是一个查案说 可以 就是他是建议去删除这个init 因为他说 我们可以看就是 比较 要麻烦 他去建议然后带有兴趣可以 看一下这个 啊 呃 这是列室嘛 init to列室就说他 啊太难读了 然后去review他或者debug他 然后去找到所有的代码然后进程 在运行的 你不知道这个package 还是 从来就不知道这个 hackage s12有一个初刷的还说 运行 在你的面调用之前 需要去用go2o dump这个 二进手键去设计所有的init 然后比如说他这里 举个例子然后 因为他一个场面可以就是这里列举一些东西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可以 再往下 就是 go的一些 呃 坐着呢 回复了他吧 就是 其实就是说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说要去删掉这个其实因为他也带了很多好处了 呃这里有意思就是说 呃就是 开发人员要去写 不太好维护的代码 那这个不管怎么设计就是语言层面他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 就是你自己要去用啊 而不是说要让 要把这些问题 处理掉 当然这是他们的一个观点 而且确实也是 然后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 恢复就是说 呃 就 如果要去删掉或改动的话 其实对 呃以前的 大家去用的话也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 也是不合理的 就他自己认为不太合理 ok 呃然后下面的话就是 你看大约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他就 呃过一下这个 有几个例子吧 就 运行一下 其实 INIT我觉得还是蛮简单的 就 跑一下这个 呃跑一下 例子 然后就 明白了 然后呢 就有一些可能例子 覆盖不是很全 没有关系 就是 真正要用的那么复杂的话 就建议还是不要用的那么复杂 那读个真的有用的那么复杂 到时候你再试一下 再说嘛 其实因为他本身的一个初衷了就还是蛮简单的一种 提供了一种方式 ok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我们就 跑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main这个入口吧 我们先从这个 看这个import 就是我导入了这个init0 init1 然后还有这个我用到了这个init2 对 init2的这个init2的这个变量 呃 去依赖的引用 所以他就 顺序就是1 2 然后我们下面是 0 然后下面是1 对吧 这个就是1 这个就是1 然后 我们有2 对吧 然后这个是2里面的1的1 然后这是2里面的 2里面的1 然后是3里面的1 3里面的1 然后 我们看 就是 到这里 就这里面 我们这个main的话有一个 变量 它是用了0 2里面的init2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 输出了 这个输出 其实是 是这个init去执行的 然后执行完了之后 就就顺序执行嘛 对吧 然后这里给它复制一个init2 然后下面这里打印 然后就打印了init2 然后我给它复 init4 它就是复制init4 3 对吧 看到没有 嗯 哦 这个就是 一个然后这里的demo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 那个 看一下 哎呀 嗯 嗯 init 在这里 执行这个init在start 然后 再到这个main 这个limit 付了值init 我看一下这个 啊 这个是 啊 stackoverflow上一个 例子 然后再一个 就关于init的一个 相当的考点嘛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再定一个边点 边点的话是一个 寒度电话初始化 这个是42对吧 这个就是42 然后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442对不对 然后又给它复一个0 然后这里再0 所以这里输出就是 420 好 出在这个 这这段话 然后这个是循环 啊 循环 初始化 嗯 他就说错了 1.2 1.44 1.78 对不对 这样 嗯 然后我刚刚看到就是 刚刚我们 这个前面这三个是 是一 这个init是掉了 然后4和5是 另外的 嗯 这个可能还有点意思 啊这个我记得是 media上一个 一个 提吧 啊就是一边门的 我们看一下 呃 在这个package里面有a 然后有z 其实都一样了 就只是这里 韩数名不一样 这a是a的 然后call a 这是init a z的话就是init z call z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呃 sumbox sumbox的话就是一个man 就是入口 如果进来 首先他要去 说说 然后这里掉了这个s 所以 我们去执行的时候 你看 他就 会 输出这个 对吧 然后就是 对 首先是这个 然后就是init这个 然后是man 对吧 对不对 call call s 然后init 然后man 但是这个 这里 这里有这个 这种 我go run a az sumbox 那他 他的顺序就是 az sumbox 那我 go run z.go a.go sumbox 就是 那他的顺序就是 za sumbox 所以 之前有提到就是他是按照那个顺序吗 因为我没有去 引用但是我去 bill进去了 bill进去了 所以他这个init会执行 就变量 还有这个init 就这个 这个我看一下是什么 这个就是 那个 设置值的 就这个用起来就很简单嘛 就你不需要说我在这些地方的时候可能你得啊 先给他测这个种子什么的 那他这里的话就 嗯 就需要设置一次嘛 对啊 OK 基本上就 过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点呢对吧 这个 还可以啊 可能要多看一些文 再看一些文章去 去 或者是多做一些范例实施 实作 对可以就是 嗯 例子就我刚那个例子可以 可以去 练一下然后 我看一下我这个例子 应该是会放在 应该已经放了去了 对好像已经放上去了 到时候可以就自己自己运行的看一下 那可能如果还有更复杂的例子的话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 提 或者其他什么疑问 其实我大概收一下感觉 init的方形 其实还是 是 就少的还是蛮少 不多 嗯 这一篇文章 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举了一些例子 就大家去 深入的时候 就可以看看例子 主要是 自己写一些例子 可能自己写的话 有可能就是 相当于就是 就是什么就是你测试的吧 你自己的 那个测试 Tedcast 覆盖了不全 所以可能你就 没有了解那么深 如果Tedcast 写的 很多 然后很 很全面的话 其实你了解的 对他的了解就会 更深 那这里有一些参考 大家可以看 其实 这里还好吧 然后其实他这里 就是一些注意 其实也是 那个翻译吧 大概就是那篇翻译 OK 然后 然后 差不多就在写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在 购 这个 这里然后去搜一下 Init 看一下 有一些 例子没有 方形 这样子 要少 可能都是在里面 但是这两个就是那种高频车还是关键车不太好搜索 看一下这里 看这样子会好一点 我网络有点麻 我注意到那个 刚才有一段时间是 声音跟那个不太一致 画面 可能是网络不太好 好 起码我 这边大概就讲那些 然后大概如果有问题的话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就在这里吧 然后 我回去再把你的那个example看一看 然后 有问题又再再提出来 OK OK 我把这个再贴一下 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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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撤了拜拜 拜拜